吴廷闹 大家好 欢迎收看9月27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先开始带您来看到花莲县环保局与慈济基金会举办 定VO2降CO2蔬食便当宣传的记者会 那么县长徐振卫 慈济基金会执行长 严博文共同来推广蔬果减碳的运动 不仅保护爱地球 让自己的身心灵能够更健康 为了推广减碳爱地球 不使用一次性餐具吃蔬食运动 花莲县环保护局与慈济基金会推动VO2降CO2的运动 花莲县环保护局与慈济基金会共同来推动定VO2降CO2的宣传记者会 现在徐振卫 慈济基金会执行长严博文在17号上午在幸福大礼堂来响应这项运动 那另外呢 现在是县政府这边 未来希望我们很快地连结警察局 特政局 你好 警察局还有我们的地方税务局 以及花莲县政府的外部单位 那另外我们也希望我们把这个连一到我们中央驻地的单位去 等于说花莲市的部分把它连结起来 未来在明年合作里面 无论是我们的舰走或者是大型的活动 其实都可以一起共同来响应 舒适 让这个地球能够永续 让晋银碳排我们成为我们生活中的日常 我想这就是一个实践 而实践就必须是体力行 现在徐振卫表示 而这次与慈济基金会共同推动之下 各级处的同学们也开始响应定VO2降CO2的运动了 未来幸福在巴黎大型活动 例如建筑以及中药节庆日子里 也会和慈济共同来推动吃舒适降排泰的活动 不仅爱地球也让大家身心灵能够更加健康 就能够更加健康的运动 就能够更加健康的运动